张华县长王惠美 27日上午前往县西乡 市查县东县西农地重划区内 五条破损农路 并陨落规划办理改善 总长度约2980公尺 改善经费共计862万3000元 保障农民及乡亲的通行安全 我们的中华区在民国70年 就已经失识了 这次我们发现就说 我们的農路沾一沾 感谢房秀方委员在中央到政策 这部分的83%是由中央来 地方政府一定要出百分之十七 照顾完成整个工程 農总都有五条的農路来改善 当时2980公尺 总经费是862万3000元 在这个厚越时间过程中 我们要拜托我们地方的行政公所和船长代表 针对我们在西港的这个地团民众家书 有自来水的要求还是电力公司 家书公的这个工路的这个花色 希望在我们阿波路进行都快来做 我们这个阿波路上去以后两年来都没有讨厚 所以在这再次的呼吁我们在乡亲 你教室有要接管的要利用这段时间跟我们接着 那整个路段总共有五个路段五个区段 那么经由县政府这边的协助 那么希望说能够把我们这个农路 能够把它改善到最完善 让我们乡亲在使用道路的部分能够更安全 县西乡乡民主要从事农鱼牧业 农业主要是水稻 乡内多处农路路面老旧军列破损 影响农产品的运输 王县长现场指示尽速办理改善 并要求工程如期如职完成 保障乡亲通行安全 公益频道林义俊线西采访报导